觀眾朋友你好 柯批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不是又再度拋出超級震撼彈 在臺北已經幾十年的松山機場 是不是真的要簽了 在選前的時候 包括當時的民進黨臺北市長 一度是候選人的姚文哲 他就提出來松山機場應該要簽 可是在之前很多要選臺北市市長的候選人 也都提到說這個占地高達兩百多公頃 如果說你把所有的限制建築高度的面積 是高達三千公頃的松山機場 你拆的那裡 整個臺北市 就因為你松山機場在那邊動彈不得 不只是說噪音問題 還有說嚴格的限制建築物的面積 以及高度的問題 再來是他把整個臺北市切斷 包括說內湖大直跟臺北市中心 無法有效連結的這些問題 大家就說松山機場 你真的應該要拆掉 特別是桃園機場的這個機場捷運 馬上就要通車了 那你幹嘛還要在市中心蓋一個松山機場呢 可是很多人反對說 你首都就要首都的樣子 在臺北市市中心有一個機場 不只是可以照顧到很多離島偏鄉的民眾 他們的交通權益可以被照顧到 更何況是現在兩岸的密集來往 在松山機場 你還可以飛韓國 還可以飛日本 為什麼要把它拆除 可是呢 包括交通部民航局 以及臺北市政府呢 本來有一個計畫 因為在松山機場 就是民權東路前面這邊呢 整個利用的密度呢 是非常差 所以他們現在要搞一個叫做 所謂的機場產業的一個廊道 計畫BOT案 至少要投入兩百億到四百億的資金規模 可是這個地方呢 要開都市審議的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說 我就要把你拆掉了 我還要審什麼呢 所以這個計畫 因為臺北市政府遲遲不肯審議 所以現在呢 交通部民航局說要抱起行政院 不要做了啦 這會不會使得整個臺北市 第一個你松山機場拆不掉 可是你接下來的發展也沒有辦法推動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松山機場到底應不應該拆除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的教授 張聖雄張老師 大家好 臺北市議員請回出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就在這個跑道旁邊 應該是每天都查到沒辦法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里的里長 華國雄華里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導遊陳壽錄 大家好 壽錄大哥我先請教你 好 一個基調查的事情不是很好 你要出出入延 像我以前 要不管去澎湖 去馬祖 以前還有飛高雄 屏東 台中的時候 我就摩托車 就把摩托車停在那裡 回來的時候 再摩托車再回來 現在有個文福線 收一下就到了 回來的時候 收一下就回來 不是很方便嗎 幹嘛要拆掉呢 如果單純以臺北市的人 以便利性來講 當然大家應該都想說 不要拆了 但是我們跑過這麼多的國家 如果桃園到臺北的那個捷運 二十幾分鐘可以到的話 那其實在很多的國家裡面 他也是算首都的一個範圍裡面 只是因為臺灣的區塊比較小 那我個人是比較用這樣的方式 來說 就當然非離島有離島的方便性 或者是因為我們大部分 都考慮到離島 因為現在比如說到高雄 或是到花蓮 那班是已經少到很可能 大部分都被其他的交通工具所取代 那以我們做旅行社的意思 我個人上覺得 臺灣人和外國人來到臺灣 很嚮往的一個地方 一個叫做世界上排名 非常有名的 叫泰魯閣國家公園 那泰魯閣國家公園 它位置在哪裡 在花蓮 那臺北市 我今天才看到一個新聞說 臺北市最讓人詬病的部分 就是塞車 常常我們遊覽車在都市裡面 那個時間都很難安省 每次塞車的時間都很多 因為不管所有的國際線 國內線的遊客 一定會來到 比如說到松山或桃園 一定都擠在所謂的臺北市的都上 對 那如果 以我個人的看法說 比如說花蓮這個地區 所以所有的觀光客 如果以觀光的角度來講 不是商務的角度 觀光客百分之九十趴以上 都會想要去花蓮跟泰魯閣 國家玩 國家公園旅遊 那如果的話 我們能夠跟大陸 或是跟日本 甚至歐美國家 比如說 以純粹包機來 兩岸的包機 光去年大概有九千多次的 班次進來到松山機場 那現在大概有八到十個點 就是我們跟大陸的包機對飛的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由 都是來自臺灣的旅遊 那這些的遊客 百分之八十趴 九十趴以上 都會想去 要去花蓮 所以從更高層位的觀光 推動角度來思考的話 如果沒有松山機場 那很多很多國際旅客 包括中國大陸的旅客 來臺灣的最重要一個點之一 就是花蓮泰魯閣 對 他就直接包機 或者是本來要飛松山的 就飛到花蓮 那個國際機場 第一個解決到很多的交通 也不用再跟我們去搶 那個臺北花蓮的火車票 火車票的問題 然後又可以促進當地的鄉鎮 比如旅行社 我旅行社或是遊覽公司 或是導遊 我能夠就地在地的 所謂的就業 我就不用所有的人 全部都跑這裡 然後我們過年過節 又忙得急的回去花蓮 或回到台中去那個地方 所以我如果以認為這樣城鄉 差距的一個部分來講 如果花蓮能夠一直 我的構想 花蓮能夠成為跟大陸 或是韓國日本 一個觀光的長期 這樣所謂的一個包機的程度來講 對整個臺灣一個都市 一個紓解 一個交通各方面來講 他是有好處 不過這個理想能不能做到 這個可能還蠻遙遠的 但是現在眼前 我們已經損失了這件事情 就是交通部民航局 已經在做規劃的 這個所謂的在民權東路 跟機場中間的一個叫做 機場產業廊道BOT案 現在確定要告吹 終止 那以後會不會再繼續推動 不曉得還是這階段 大概是做不下去 跟關鍵的根源就是 臺北市政府不打算推動 我們來看看 他本來要做什麼 這個是現在在松山機場前面 然後靠近民權東路 以及敦化北路的這個地方 就是停車場 以前有一個很漂亮的噴水池 我小時候常去那邊看 然後在右邊一點 如果是在靠右邊 就是像民航局 或是航警局 然後華航 然後再往東一點點 那就是那個軍用的這些 軍機場還是在裡面 那軍用的一些設施 完全管制是在這邊 現在軍方國防部說 我土地可以讓出來 讓你交通部民航局跟 臺北市政府好好來規劃 那民航局要怎麼規劃呢 他打算要做一個所謂的 臺北航空樞紐 在這裡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他要把他蓋很多 包括一個什麼觀光旅館啊 觀光櫥窗 其實就應該是商場 白貨公司之類的概念 然後也有觀光旅館 然後會做一些產業的廊道 然後跟敦化北路的 這個所謂的交通 或者是銀行 金融產業做一個連結 跟橫向的民權東路 跟所謂的科技產業 做一個連結 可是這個計畫 現在沒有辦法推動 因為松山機場 真的要拆還是不拆 到現在做不定 我們來看看 投資金額200億元的 松山機場BOT案 北市府認為松山機場 需要簽建 導致民航局暫停開發 科文哲認為 簽建是重大議題 會在開研討會討論 發現那個航高限制圖 都化到新北市去了 而且這個 這個要牽涉到桃園國際機場 所以這也不是台北市 單獨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會把松山機場 這個案子 列為是三黨總統候選人 要表態的重要題目 我們很想聽聽他們的意見 希望三黨總統參選人 對松機的存費來表態 不過針對松機存費 交通部長則是認為 首都應該要有 自己的國際機場 已將增建國際航廈空間 並且會在松山機場東側 再建一座航廈 專門提供國內航線使用 其實所都機場的存在 那麼很重要 那以松山機場來講 除了負擔了一個更重要的任務 就是離島 彼此之間的這種所謂往來 還有國內的這種往來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還會持續 再跟台北市政府來溝通 雖然目前松機產業廊貸BOT喊咖 不過交通部認為松機去年表現家 去年的旅遊人次就有611萬人次 隨著遊客量上升 也將投入150億的經費增建 預期完成後 一年可以增加100萬的旅遊人次 不過面對市府希望拆遷的態度 再加上總統大選 讓松機證件案也充滿變數 記者李志華陳昌維台北報導 我先請教你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圖 就大概知道松山機場 影響台北市有多大 他面積當然很大很大 其實你不管走民族東路 或是民權東路 或是往後面那個扶遠街一走的話 塔幼路一走的話 就說 哎呦 戰地還要這麼大 這如果拆掉 大家可以整個不知道要多好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看看松山機場跑道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真正的松山機場面積 也不過是兩百多公頃 可是你看到橘色的部分 限高是六十公尺 然後黃色的部分 限高是九十公尺 如果你整個所謂的 限建區域是三千公頃 你幾乎是五分之一的台北市 全部都被限制住 還不只台北市 新北市你按哪靠 一直攏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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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也都因為航道 會有限高的這個限制 我請教 站在你們居民的角度 是猜好還是不猜好 大概這個是兩極話 大概有一半的人建議猜 有一半的人不要猜 如果是猜掉對於我們整個台北市的一個首都 真的是帶來很多不方便 那如果是不猜這些人 當然比較傾向說他的這個土地的價值會增值 那噪音的問題 不猜的人大概是這幾點比較他們比較重視的大概不猜 本身都影響他們這幾點 那如果猜了以後對整個台北市沒有這個機場再多 我覺得從古時候就留下來這麼久 是 你把它拆掉了 那對於整個要到國外或是國內的這一些 遊客 整個全世界都要來我們台北市 都沒有這一個首都機場 那簽要簽到哪裡 再來一點就是說 我們把它簽走以後 你政府要有講出一套非常好的配套方法 是 你這塊機這麼大 拆了以後如何使用 讓我們百姓要有一個規劃 是 有一個程度我們才 百姓才會體諒說拆 現在我看了這個每一次的選舉都想著要拆 吵著要拆就是選前都說要拆 選後都拆不了這樣 你想想看 這麼大一個面積拆了以後 這一塊機場變成如何使用 然後拆了之後 這一塊土地要還是政府的 是啊 然後拆了之後 所有這一些帶來都不方便 產業或是說觀光業 對所有整個加上稅收 百姓 我講的是代表我個人啦 我當委里長什麼講都是有兩極化 是 周遭的人都喜歡拆啦 選舉後選人 就一直講說拆了之後 土地有增值的空間 房價會漲倍數 是 但是話講回來 當初你買在周遭的這一些土地 就是很便宜 我想說把它牽走 當然周遭的人都認同 那如果整個臺北市起來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目前來猜 你要除非說這機場不能用了 你要找出一塊更好的土地來蓋或是說大桃園機場 那如果我們這個簽 簽了之後 那再造一個新的人家不會反對嗎 不會抗議嗎 因現在的時代 你想我請教 你的李明會不會每天被炒的 實在是睡不著 很痛苦 有一些很多老人家 可能晚上六點 七點八點就要休息了 他七八點還在飛飛機 擦到沒頭髒 這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炒習慣了 不炒煩了睡不著 應當 也有少數人這樣想 一定會有 時間到了 飛機怎麼還沒飛這樣子 對啊 就登登登 就睡不著這樣 所以這個我個人建議是沒有配套措施 沒有做得很好的時候 不要輕舉妄動 不要輕舉妄動 這個一簽下去 會影響多少人 一動不如一靜 不過張老師這幾個案子 你都非常熟悉 不管是松山機場該不該拆 不管是桃園機場能不能容納 拆除松山機場之後的這些行量 以及所謂的現在在規劃的 松山機場前端的這個叫做 機場產業廊道計畫 到底拆好還是不拆好 這個拆跟不拆其實就是一種選擇 那其實你剛剛說 其實大家也很 當然很多說 從機場這個角度來看 他從環境的因素 從安全的因素 從都市發展的因素 其實都有很多人 自說他應該拆 那我們回過頭來講說 他這邊有一個所謂的產業的狼帶 但是我要問的是說 這些產業狼帶到底要做什麼 現在很關鍵 不是說首都不能有一個機場 但是這個機場 他已經飽和了 他已經飽和了 他現在是六百多萬人次 是 他說他整件以後可以提升到七百 那也就是他的飽和了 那也就是說 現在其實就已經發展到極限了 是 他不會更好 那也不會更差 那你做這個 這個這些產業狼帶 產業狼 狼道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其實不太清楚 所以你說現在這個什麼兩百億到四百億的產業狼帶 其實意義不大 我覺得影響也不大 影響也不大 通常在做這個 他這其實 因為他是在蛋黃區了 所以他可以這樣去做 那在彈空城裡面 我們是在蛋白區裡面去 就在機場的周邊去發展 那其實就松山機場來講 他整個周邊就是臺北市嘛 是 就整個臺北市 所以臺北市的發展其實就在支持整個松山機場 所以他不需要有什麼蛋黃區裡面的 額外的一個發展出來 不過 秦遠 我要請教 你又是臺北市議員 然後之前也是新北市的那個觀光區 我也住在機場旁邊 你也住在機場旁邊 對 我們都住在機場旁邊 其實我也是廣義 我住在那個寶青街這邊啦 只是因為不是航道 所以我感受不是那麼深刻 但是我想看一下 這是臺北市地圖 我們透過Google map來看的話 非常清楚 松山機場是 其實是臺北市的精華 地中的精華 包括說 他往南的部分呢 是整個臺北市最重要的地方 不管是民生社區啦 在接下來整個松山區啦 大安區等等的 可是包括我們看到 像大直內湖呢 雖然有基隆河 可是因為松山機場 整個被切斷掉 然後好不容易 我們從復興北路呢 有一個地下道 這好像是全世界極為少有的 穿過機場下面的一個地下道 再上來大磁橋 可以連接到大直 然後再轉到內湖去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這個機場的話 第一個 你所有的臺北市的整個規劃 那幾乎叫臺北市首都重申了 不一定要蓋豪宅 不一定要是高度開發 可是它的確是會有將近兩三百公頃 好好的利用 而沿的周邊的三千公頃的高度呢 通通都可以解禁 再來是整個內湖大直地區跟臺北市的整個連結 你可以重新連結 換句話說 臺北市就是一大塊 而不是兩小塊 但是你不支持裁除松山機場 我不支持 剛剛聽到幾位來賓講 我覺得我們可以從幾個觀念討論 第一個就是公共政策是見仁見智的 有人贊成 有人反對 那它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 選擇你要去評估它的優劣 以及各種的可能 然後做出一個最好的選擇 我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柯P 他在去年要選市長的時候 他跟這個姚文智辯論 柯P說 柯P批姚文智廢松肌政見 柯文哲只有兩個字 鬼扯 所以柯文哲是對姚文智提出要廢機場 剛開始是反對的 我們再看另外一篇 那他在去年5月28號要拜訪公都盟的時候 他就說松肌簽見 柯文哲說別手術成功病人死掉 他反對 然後他當選以後去拜訪這個桃園縣長 鄭文燦 他提到就是說 航空城不做 松山機場就不能簽見 換句話說 鄭文燦當時對這個桃園機場有一些抵制 他對他的開發是有不同意見 柯P就講你桃園機場不改建的話 那松山機場就沒地方簽 所以我舉柯P這個例子就是說 柯P他一開始也是反對的 他很務實的提到就是說 第一個 你沒有地方去簽 第二個 你這個簽要有配套措施 但是現在就像我們今天討論的 柯P好像他改變他的立場了 他又組了一個臺北市政府推動松山機場簽見小組 那他也否決中央花了一千萬做的一個規劃案 就是首都機場的這個商圈的一個改造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好農民市長時代 跟交通部共同擬定的 所以我舉柯P自己來講 就是今日的柯P否定了去年昨日的柯P 他會有這個觀念的改變 那表示說這個公共政策 基本上是見仁見智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就說 機場簽見 那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機場的功能怎麼辦 比方說他現有的功能 是一個以國內線為主 他有七條國內線 兩條國際線 就是飛這個日本 雨田機場跟這個韓國的首爾機場 那有十二條兩岸航線 剛剛有來賓說七八條不對 是有十二條兩岸航線 換句話說 他現在國內線七條 國際加兩岸航線 十四條 總共加起來 有二十一條航線 一年的航空輸運量是六百一十萬 其中兩百八十萬來自於我們離島的本國人 三百三十萬來自於兩岸跟國際這個路線 那他有現有的功能在 如果你要把這個機場給取消 這個六百萬的輸運量 就要移到桃園去 否則我們的離島的居民 他也是我們的國人 桃園現在有捷運 捷運還沒有開 而且呢 捷運是不能通澎湖 金門跟馬祖的 那我們的離島居民 也是臺北的這個市民 大家應該去關心的 我們不能這麼本位主義 站在臺北市的立場 好 那麼如果我們要把這些航線給取消 你必須有替代方案 第一個替代方案就是說 桃園機場 他的這個第三航下跟第三跑道能夠完成 交通路給我們的數字是 到二零三零年 第三航下跟第三跑道才能完成 才能夠吸納這個六百萬輛的這個訪客 這個蘇客 蘇散這些乘客到那邊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桃園機場 將來如果要讓這個澎湖 馬祖金門的人 飛飛機 飛到桃園 然後再搭捷運到我們臺北市也是可以的 但是那必須第一個捷運完成 第二 桃園機場能夠完成這個輸送量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馬上要來的簽 基本上他有他的困難在 除了我們都市發展之外 我想交通航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 因此我們如果真的要簽 大家好好討論辯論之後 我們定出短期 中期 長期的一個規劃 而不是說你今天連個影子都沒有 大家就開始說要簽還是不簽 那就變成像柯文哲一樣 自己說話不算話 不過柯文哲也是說下個月會開一個比較正式的 類似公聽會 座談會的這樣的一個形式 然後也邀請三黨的總統候選人來去對這個政策表態 我覺得他自己現在已經成立一個臺北市 簽建松山機場的小組 表示他已經政策上改變了 他自己說不簽的這樣一個規定要去簽 然後他再開放叫三黨的總統候選人來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人會來 我個人覺得說你叫小英現在去表態簽或不簽 就像里長講見仁見智 那你現在做一個簡單答案是簽還是不簽 我覺得這不是討論問題理性的態度 恐怕三個候選人也不會跟你講他要簽或是不簽 對 對 對 所以柯P他之前也是搞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案子 說叫三個候選人來 結果只有宋楚瑜來 蔡英文跟那個當時是洪秀珠都沒有人來 不過秦也我要請教你 站在整個臺北市長遠的規劃 你真的認為不簽比簽好嗎 我們來看看其實他真的因為松山機場 臺北市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 之前經建會的副主委張景森說 第一個噪音 那為了要管制噪音 其實大概是九點十點以後松山機場 就沒飛了啦 但是他對李銘的承諾是說十一點之後 絕對不會起降 然後呢在晚上的時候呢 那些什麼公務車也都不會在那邊炒到鄰居 所以就是因為怕噪音干擾居民 所以他就不能發展他的運量 所以你要大也大不了多少 就是這六百萬人次這樣子而已 再來憲件是大家最在意的啦 然後周邊以及松山機場 通通都不能所謂的 有絕對的一個開發的情形 大家理理長說 因為憲件 居民沒有辦法再蓋房子安生 也沒有辦法做商業的用途 飛安之前復興航空 在內湖南港那件事情 會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然後其實呢 在市中心蓋一個機場 真的會有這些疑慮 還有所謂的噪音的這些問題 我想問的是說 兩百多公頃的土地 現建三千公頃 連帶從繫紙一直到林口 通通都有高度現建 如果把它搬掉的話 不是對整個大臺北一個重生 重新規劃的好機會嗎 也有人反對的理由之一 就是你講的 這樣子會給這個臺北市的土地 還有房價更大的一個上漲空間 反而會有很多炒作土地的一個議題 但是我不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說 松山機場要簽建 我們討論三十年 是 討論三十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顯然有它的困難 那今天我們再來討論 如果我們不很努力的 去做一些配套措施 我們可能再討論三十年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贊不贊成 我覺得說 如果說 那麼容易就簽的話 那何必討論三十年 是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困難 因此我覺得短期 中期你沒有辦法簽 因為你沒有替代方案 中期 比方說這個交通部說 到二零三零年 我們第三航下 第三跑道 桃園的部分完成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來考量說 從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我們用二十年的計畫說 我們初期怎麼樣 中期怎麼樣 長期怎麼樣 你不能只從說 簽走以後 臺北市可以蓋很多的大樓 地價會上漲 這個所有的現在的問題都解決了 那解決了臺北市 這樣我們可以蓋大樓 提高我們的房子的高度 那請問我們的交通這個部分 是我們要不要去討論一下 張老師跟那個壽路大哥 我要請教你們兩個 兩個問題 簽了之後到底要幹嘛 這是一個重要的 第二個其實是比較迫切關鍵的 真的簽得走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松山機場 自己做的一個航運報告 那到現在為止呢 松山機場國際的部分 你看喔非日本非南韓 當然就是南韓是非首爾 然後日本是非東京羽田 可是最主要是兩岸航線 其實應該還少列了 兩岸航線是松山機場非常重要的 一進來就進到中華民國的首都 這是一個國際航線 航線航量能否被取代 另外一個呢 是更重要的 離島的交通權益的問題 到現在 當然高雄沒飛了 然後松山可以飛花蓮 可以飛台東 可以飛恆春 可以飛馬宮 飛金門 飛南北桿 我想問的是說 那第二個問題 交通權益 航量真的可以被取代 我們來看看 炒了幾十年 松山機場 是否應該要簽建 可是炒到現在 還是沒有結論 但是松山機場 前端要發展成所謂的機場 產業廊貸 卻因此而受阻 值得嗎 來看看 松基啟用六十多年 面積兩百一十三公頃 橫跨松山區和中山區 人口密度相當高 當地里長表示 松基附近二十多個里 多數人都希望松山機場能夠遷移 畢竟航道陷建和噪音問題 擾民已久 我個人認為就是錢比較有利 因為這邊純粹住宅機 住的人多 我們這邊商業氣少 整個會帶動整個住的品質 還生活的品質 像是三名國小 就因為在航道上 噪音大 學校根本收不到學生 鄰近的民權國小 反而被家長搶破頭 民生問題讓松基純費多次被提出討論 歷任市長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好龍兵 甚至是立委姚文志去年選市長的競選證件 也都提過 不過還是有市議員認為 松基包含國際線 國內線和軍用機場的功能 如果沒有配套 現在不宜貿然廢除 包括軍機 國內航線 國際航線 在沒有替代方案 配套方案完成之前 我覺得輕言遷移 恐怕會帶來更大的問題 飛機可能會撞到民載 來爆炸產生一連串的問題 這真的是 沒有辦法想像 松基純費 明代正反意見都有 但飛安疑慮和周遭房價 噪音污染等問題 讓牽見聲音沒消失過 張老師第一個真的牽得走嗎 第二個牽走之後要幹嘛 要不要牽走 其實是一個決心的問題 或者是一種選擇的一個問題 我想回應剛剛秦議員所提到的 一個有沒有替代方案 我們現在是從松山機場 到其他離島 將來就是從桃園機場到其他離島 我們到離島的一個交通 不是只有臺北市人有 其他臺灣的很多地方的人 都有到臺北 都有到離島的一個需求 所以你只是談說 我臺北市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 就很像說為什麼 我在臺北可以坐到馬工 坐到南竿 那桃園人也說 那為什麼我桃園不能到馬工 不能到南竿 而且去離島玩的人 不一定都是住在台北市人 我都住在桃園 我還要走來去台北 所以這個就離島航運輸 我們不會中斷 因為還是有國內航線 就國際航線來講 我們一直在強調 其實在桃園機場 他的國際航線 兩岸航線 或者是國際航線 比松山機場還要多 是 那我們如果讓他集中 在桃園發展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國家的航空 運輸是有幫助的 那剛剛我們講說 有沒有替代方案 其實我們都不是講說 今天講了明天就要簽了 不可能 我們都有一些前提 這個前提是什麼 機場捷運做好的 是 三騎 那個第三第三跑道 第三航下 已經完工了 那大概在二零二五年 但是你不可能等到二五二零 二零二五年的時候 才來規劃 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必須要長遠的規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到底解除以後 是不是就真的 蓋很多的豪宅 其實我們對於一個都市的面貌 有兩個 一個是限高 一個是容積 那其實他們有一些計算 其實你現在把這個 這個航高的這個問題解除了以後 其實還有容積率的管制 所以都市的形態 可能會多了變化 但是並不會說很高密度的發展 我所謂的部落變化就是 他可能有高高低低 而不是像現在整個敦華難度 就一般高 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將來的都市的這個天空線 可能會比較多樣化一點 是 第三個你提到說 到底要不要再簽 我覺得說簽以否 現在其實就已經是飽和了 你簽不簽其實就是這樣子 他也不會再更好 運量也不會再更多 那也不會再減少 那整個台北市都是他的腹地 但是如果簽了以後 這一塊土地 對台北市的利益 跟不簽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台北市現在有一個叫做 驗景二零五零的一個計畫 那麼其中就討論到所有的 松山機場的一個簽結 那其中對松山機場對這個機場 將來簽結以後 大家的一種想像 有一種想像是這樣的 希望把這塊土地的一個開發 留給後代的人去決定 那麼這塊土地呢 把它當成是一個土地的銀行 我們是一個保留的一個銀行 那台北市現在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有這個都利益非常的缺乏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松山機場的利益 跟那個地方的利益做交換 也就是說讓松山機場這邊做了一些 小湖的一些開發 讓萬華 讓大同 讓景美 讓文山那個地方呢 有一些立地創造出來 那這個就好像在我們在拼圖一樣 如果這個地 這個空間 不開始動的時候 永遠都沒辦法動 我再重複一下 我們先 拜託導播先讓我看一下我的ipad 你的意思是說 不一定說 現在如果真的松山機場簽掉 然後就要複製像什麼大安區 中正區萬華區 就把它填滿 蓋 盜很多蓋人幫你炒地皮 不是這樣 不是 而是有一點土地銀行的概念 譬如說 如果中正區萬華區 萬華區 大同區非常缺乏力地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在談那個南機場 要整建 其實南機場以前就是機場 這個就是以前的北機場 如果你要去做所謂的同心規劃 你現在沒有綠地 那你可不可以這邊空一塊綠地出來 那原本你應該住在這邊的居民呢 你就搬到這邊 移到那邊去 對 那換句話說 這邊可以做一個 阿蘇比 做一個調整 你如果想像錢 你就算來這裡 讓這邊多一些空地 多一些公共設施 多一些公園出來 這個當成是一個 一個中繼 一個中繼 讓這個土地能夠在這裡面 一直開始運動 也不要在我們這一帶 通通把這一面兩百多公尺 全部都用完 千萬不要 也許五十年一百年之後 他發現 還有五十公頃 可以怎麼樣規劃 怎麼利用 這對於長遠的臺北市 應該是一件好事 是 可是里長 你到底是支持來反對 剛才看新聞你是支持 剛才你說 還是反對 我站在這個 我當里長有兩邊 因為選民就是兩邊了 對啊 所以 我個人是認為說 支持 不要簽 個人支持不要簽 對 因為這個是帶動我們整個首都 很方便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機場 這是一半的選民支持要簽 這樣子 對 因為利益 利益關係 利益問題 這個真的是 我個人有發覺說 這一方面大概就是說 中山機場跟大陸 直行太多了 就演變 有部分人士就認為這個是不好 一定要cancer掉了 也不一定 你說當然是所謂的政治上的意識形態 可是你看大陸的觀光客 如果到桃園 或是直接飛花蓮也不錯啊 但是就是說 我們的政治 就這麼盲目啊 就是為了 你做得很好 我怕你做得很好啊 我個人 認為機場 是因為跟大陸直行太多 演變成另外一個黨 他就認為這樣是不好 一定要把它替換掉 我是個人的 所以你認為有些支持牽見 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宋盧大哥我要請教你 那其實支持反對 一定都是兩級 因為這個 松山機場存在 臺北已經幾十年的時間 可是我們來看看 國民黨立法委員 聽手中說 你像紐約啊 像倫敦啊 都有兩個機場 一個是國際線 一個是短期的航程 像是松山機場 所以這個不可以偏廢 那旁邊呢 一百二十八公頃 軍方的土地釋出 你就可以好好規劃嘛 所以你就變成松山機場多元經貿航空城嘛 你可以好好規劃 你其實不用把整個機場 都牽走 國民黨立法委員 賴斯堡說 機場在首都呢 對商務跟觀光呢 都有幫助 再來 杭政司副司長他說 台灣機場 沒有辦法再容納六百個人吃 這是很務實的 台灣機場吃不下來 那二零三零年 陶基第三航下 跑到完工之後 那再來談嘛 你要看完工之後 那個容量 是不是吃得下來 然後民航局局長他說 松山機場去年旅客六百一十萬人次 而且服務離島的民眾 把松山機場牽走 那他們的需求怎麼辦呢 你難道不考量嗎 我還是想問幾個公司 一個是實際的 航量吃得下來 移得走移不走 第二個 那離島的交通權益 真的不會被受到損害嗎 我個人上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每個首都其實都有個機場 以如何做旅行的業者來講 當然是不喜歡遷走 因為他所有的資源 幾乎都在台北市可以取得 那但是如果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管政治 如果長久的 如果長久的計畫來講 這個地方 就只能夠容納 比如說六百萬人 他以後不可能再伸縮了嘛 是 他最多也就是說 不可能把旁邊的所有的房子 都拆掉 不可能 那我們是不是為了以後的 這些的人 我們是不是應該談好 這樣所謂的整套的一個人 我們一直都看到 比如說我們現在去 去到泰國也好 馬來西亞也好 甚至我們去到韓國也好 很多幾乎都是屬於現代化 那我們現在都還在爭執 在這整個一個政治上的 一個對壘的當中 我個人以市民的一個 一個角度裡面來講 那這個就剛剛那個 教授講的這個空間 就變成是個土地銀行 讓所有全全體的台北市 能夠共同的擁有 這些要簽這些要去 是不是有一個 阿蘇米的一個地方 讓我們這個 比如說到二零二五年 還是二零三零年來 做一個比較長久的 一個規劃上的一個程度 當然我說實話 整個配套措施一定要做好 比如說桃園到台北的這種的 決議訊 是不是能夠在二十幾分鐘 是能夠到達 因為所有首都的機場 到真正的市中心 也都一定超過二十幾分鐘 沒有不超過二十幾分鐘的 第三個 第二個問題 剛剛就是說 離島的問題 剛剛也剛剛提到一個問題 不是所有的台北市的人 才去澎湖金門馬祖玩 很多人住桃園的 住新竹的 住台中的人 他也必須 要從台北 一大早要五點多 四點多 就要開始拉車 來到這個地方 坐飛機去到馬祖 去到那個澎湖那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大部分 我說實話 大部分 我這樣講 可能會對不起很多人 大部分人 還不是當地的居民 是遊客 不是居民 不是居民 那如果說 這個捷運的系統裡面 二三十分鐘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很好緩衝的一個地方 所以所謂的離島居民 以及台灣本島遊客的權益 並不會因為松山機場拆掉 移到桃園 而受到任何損害 如果這整個配套收入 能夠做好 我個人上不會 因為忍耐那時候 那個不是忍耐 那個是只是短暫時間 也不是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台北市的人 在到離島去 是 今天從松山機場 飛到大陸點的 或是飛到羽田機場的人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住在台北市 那其實差也沒有差 真的差到二十幾分 因為你不管是住大安區 或是你住那個新北市 你要到松山機場 也是要半個多小時 淡水如果來到機場的話 都超過三十分鐘 那搞不好做 那個所謂的機場捷運 還更快一點 我覺得機場 不是只有旅遊的功能 是 我們一直講旅遊 旅遊 這是一個很小的點 我們應該從一個 首都機場的功能 他的商務功能 旅遊功能跟其他的各種功能 同時來討論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從這個首都機場來講 全世界各國都有首都 以前的這個很多人的觀念 就是要把首都機場給遷走 可是現在反倒而行 很多國家 很多地方把首都 或者把城市裡的機場 要把它擴大 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上海的紅橋機場 紅橋機場 他現在有一個四鐵共購的大案子 他把上海的紅橋機場再擴大 他跟這個高鐵 鐵路 一般的鐵路跟高高高速鐵路 還有這個公車路線等等串聯起來 他不只是一個旅遊的功能 他增加很多的這個商務運輸的功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看 東京有成田機場跟雨田機場 是 大家現在各個航線都拜託拜託 他說我一定要在雨田降落 因為從成田再進這個 這個日本的城區 你可能要一個半小時 如果你在雨田降落的話 你在商務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其他的國家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從這個首都機場 應不該有這個角度去考量 可是雨田也不是在中京市中心 再從我們這個臺北 松山這個機場的功能 目前來講 剛剛大家講了一個錯誤的觀念 說他不可能再增加 他飽和了 其實我們看看 現在這個用一千萬做的規劃 要去執行的這個 這個一千萬已經規劃好了 要去執行的這個案子 就是說 他要把很多地方遷走 各位如果到松山機場去看看 他旁邊有非常多的空地 是 那個空地是軍方的空地 現在全部閒置不用 大家覺得以前堆垃圾 現在把它做美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松山機場旁邊 有非常多的軍營 還有一些軍事機構 這些都可以牽走 第三呢 民航局 華航 遠航的辦公室 都在松山機場裡面 那些辦公室也可以把它牽走 所以現在講就是說 我們住在這周邊的人 我們覺得松山機場是沒落的 他這幾十年來 都沒有任何的改善 是 他反而跟其他的地方來講 相對建設是落後的 那空地很多 所以呢 現在這個計畫 基本上是在目前這個階段 要強化松山機場 周邊的土地利用跟他的一般的功能 這個部分計畫如果完成的話 其實對整個大松山地區 是有幫助的 讓他的商機更增加 然後也可以容納他的這個 增加的量 那松山機場呢 在定位成國際 即兩岸機場之後 政府大概投入了好幾百億 你這個好幾百億的錢 短期內 就馬上要廢掉的話 他的這樣的一個投入 是不是值得 所以我覺得我們談這個問題 有人贊成籤 有人不贊成籤 但是公共政策 就是大家來討論 當然 討論完以後 也許我們可以 爭求大家的意見 做一個公投都可以 公投啊 然後由政府啊 中央啊 地方啊 還有居民啊 還有非居民啊 離島的居民 他們也有權 來說話嘛 是 那我們去年一年 離島的居民 使用這個松山機場 就兩百八十萬人次 這兩百八十萬人次的權益 是不是也應該重視 是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綜合來 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 態度跟方向 不過張老師剛剛請議員 談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因為松山機場 而周邊現建 他們居民的權益 是受到損害 不管說當時你買的這個房價 地價是多少 的確是因為這個松山機場 他們受到損害 可是要照顧他們 還他們一個公道 不一定是要把松機牽走 反而是現在提出來的 這個民權東路前面的 這一大段 要讓他好好的規劃 不要在那邊荒廢 所以現在有一個叫做 狼帶計畫 因為這個狼帶計畫 使得說已經沒落很久的 這個松山機場 周邊的居民權益 才可以受到照顧 我不同意 為什麼 因為一個機場 不是說只是蓋一個行廈 或者是說你旁邊 有很多的商場 那個機場就發展 你看那條跑道 那條只有松山機場 只有一條跑道 那條跑道兩千六百公尺 是 事實上其實現在其中 起降 最大就是A330 現在一般標準 桃園的機場四千公尺 四千公尺 最重要 我剛剛講說 這整塊地圖 其實是受到限制 秦憶賢剛剛一直在提到說 首都機場 如果一個兩百多公頃 的一個首都機場 那真的是把中華民國 給看小了 首都機場 絕對不是兩百多公頃 的首都機場 桃園機場 一千一百四十公頃 成田機場 一千零六十公頃 乙田機場 一千五百公頃 都比兩百多公頃 要來的大 我不是說現在 我不是說現在不能做這件事情 臺灣本來就這麼小 我只是說 他就是這樣子 就已經是飽和了 是 那你我當然也可以 你就你就這樣子嘛 就是六七百萬的人次 就是這樣子 你也不用 不可能再開發更大的 你希望松山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 從原來的零 成長到現在三千五百萬 他經過一行下的時候一千四百 經過二行下的時候到兩千多 到現在三千五百萬 他是會成長的 抱歉松山機場 就是不會成長 因為這個圖 就很清楚看到嗎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你前後都不可能再痛楚 你把那個經濟場呢 一千一百多公頃 拿過來三百多公頃 但是你的跑道就是那樣子 對 你的行的 你的那個機場起降的容量 就是那樣子 你如果要停大臺的 你一定要跑道變得很長 停機品會多一點 是 但是你大臺的 就沒有辦法 是不可能改變的 張教授剛剛講的是 兩個不同的概念 這個是客觀的因素 一個就是裡面機場的發展 一個現在就是說 外面周邊商機的發展 外面周邊商機 整個臺北市就是外面的周邊 現在如果外面周邊 如果要讓它發展 我相信里長不會反對 我們所有社區居民 都不會反對 所以這個周邊商機 你簽不簽機場 周邊都應該發展 是 你今天就算是 柯B說我要把那個機場 簽走 拜託拜託我們旁邊 那個空地 讓我們可以發展 這是我們大家的一些想法 而不要因為現在政策 還沒決定 可是原本的發展 你把一千萬的規劃 整個拔教廷 要投入一千萬跟兩百億 那個跟機場無關 他是機場周邊商圈的發展 因為那個的前提是說 松山機場要永遠在那邊 你才要規劃 所以才要做投資上的投資 如果說你認為說二零五零年 將來簽走的話 那旁邊的投資 他還是可以存在啊 旁邊那些投資 如果你做飯店跟商場的話 那些部分的發展 完全無損 無關 台北市不缺飯店 也不缺商場吧 那更不缺空地 我想我想我們里長在那邊可以看到 現在那個周邊都是空地 沒有任何的建設跟發展 民生社區是空地 立地非常多的 但是這個部分 現在應該讓他做一些規劃 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到底松山機場應不應該簽 真的簽得走嗎 新莊的張先生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有一些潛線 我學交通運輸的 是 以運輸來講 我們離島跟那個國際航線 我們都要兼顧了 如果說你對商業利益開發這些土地 什麼綠色糧帶來講 我跑業務的 是 我們的科學原體裡面 幾乎都是商辦大樓 沒有生產線 我們整個大台北來講 生產線都沒有 幾乎那個土地開發的話 完全是住宅跟辦公大樓 現在已經房價那麼貴了 再去開發的 是不是更多空房呢 然後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的 石原路的那些 那個副都心的之類的 幾乎三峽 林口這個空房子 你再去開發的話 台北是不就那個了 是 所以房價太高了 而且我們這些 韓國 香港 日本這些航線 剛好就適用這200多人的飛機 大的飛機的話 我們就浪費 就是那個 西四星那種大型飛機 跑到三千多公尺以上 對不對 那個 就要去淘機就好了 為什麼說一定要把那個 東山機場的 這樣子把它浪費呢 是 因為軍用了 台北首都 今天來講說 你作戰功能的話 你廢掉的話 那台北市要怎麼辦 航空機以後 就不用飛了 這個首都圈就完蛋了 好 謝謝 金門的楊小姐 喂 主持人好 是 我的意見是 我覺得那個松山機場 不應該要簽建 因為對我來講 我飛到松山 然後再往中永和一帶 新北市是很方便的 假如說桃園真的那麼方便的話 為什麼桃園現在不開國內線呢 嗯哼 嗯哼 對啊 那就是因為不方便 那楊小姐 我請教你啦 你所認識的 你附近的那些朋友啊 親戚啊 金門人 來臺灣 是來臺北比較好 還是去桃園比較好 還是根本沒有差 我我父子被那一輩 因為松山機場的關係 所以他們買房子 發展的話 就是中永和 以來講到是比較方便 因為桃園是因為後來房價慢慢的開始 比較那個臺北比較貴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慢慢的賣 是 是 所以其實對離島來講 好像那個權益也不會差太多嗎 如果臺北跟桃園比較的話 就交通時間 然後以方便性啊 我總不需要一個轉折 是是是 如果說到那個 那個像那個什麼 橫村機場 他都會這麼方便 他要直行 為什麼會一個年 一班飛機都沒有呢 可是那邊當地的距離也堅持要有啊 然後剛才看新聞說 他會擔心飛機會失事追問題 那桃園的那些內班飛機是不要飛嗎 好 謝謝 就是交通的問題 就是公共政策 你公共政策 很多東西時候是無解的 是是 好 謝謝楊小姐 臺北的宋先生 您好 那個我的建議是 中山機場要簽建 絕對要簽建 因為我50年 民國50年 就搬進這個區域 而且我的家就在跑道的正下面 就是今天的提領交流道這個位置 我受了50年50多年的苦 我現在搬到東湖 我住在山谷 飛機的航向走這一頭的話 還是我聽到天天聽到這個飛機的噪音 而且飛機會造成很大的污染 這個但是不真的事實 我希望他簽建 而且要盡早簽建 不要危害到我們後一代子孫的這種 這種影響 造成很大的困擾 我們讀書的小朋友 讀書的中學生 讀書的大學生 在這個區域裡有多少個學校 有多少個居民進場的地方吵 出場的地方也吵 兩頭都很吵 沒有一個環評的組織提起來抗議 應該是大家來抗議 絕對要讓他盡早拆除 因為世界上 像我們附近鄰近的幾個國家 有這個韓國的舊的機場也簽建 再說香港的機場也簽建 新加坡的這個章魚機場 最早的時候他不在這個市區 他在市區現在也是簽建 韓國日本都是這樣簽建 所以儘可能不要在都市裡面 是 影響到居民的這種 是 生活條件 好 非常謝謝 又草又髒 是 是 非常謝謝宋先生 不過很顯然這個議題 不管是我們今天的來賓 不管是call in進來 就真的是完全兩極 不同的意見 可是接下來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關鍵是真的牽得走 台灣機場是真的吃得下來 台北松山機場的這些貨運 航運量嗎 第二個問題 面對兩極的這個爭議 不管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是未來的總統 他該怎麼做決策 我們來看看 2012年4月30號 松山到金浦 售航班機起飛 不只能夠飛往韓國首爾 台北松山機場 也能飛往日本東京 雨田機場 中國上海虹橋機場 像我們住台北的話就很方便 對 而且至少節省 從台北到桃園的時間 節省很多 目前松山機場 國內航線有馬宮 金門 馬祖等七條航線 國際航線有東京雨田 首爾金浦兩條 兩岸航線 則有上海虹橋 天津 武漢等12條航線 2014年 旅客人次達610萬 飛航總價次超過6萬 以松山機場 在去年 這個航行量是5.8萬人的航行量 那移轉到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 將沒有辦法來承受 第三航下 第三跑道 民航局也認為桃園機場 二零一四年 旅客人次已經創下三千五百八十萬 想要容納松山機場的旅客 至少也要等到桃園機場 第三航下 與第三跑道完工後再考慮 不過張老師還是那個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松山機場自己的報告 在國內線的部分 從二零一三年跟二零一四年的比較 國內線的這個航量是下降的 我們來看看不管是航次或是旅客的航人數 航行人數或者是貨運量都是下降 這是國內 可是如果我們看到國際的部分跟兩岸的部分 是大幅成長 兩岸甚至成長到將近兩成的部分 那貨運量是幾乎是成長百分之百 我想問的是說桃園機場真的吃得下來嗎 可是如果說接下來十一號還是十七號 臺北市要開一個很正式的座談會 恐怕就跟我們今天一樣 兩邊的講法都是一樣 一定要簽 一定不能簽 吵吵吵 政府到底該怎麼做決策呢 桃園機場能不能簽 能不能吃得下來 就是看你要不要讓他吃 你要讓他吃下來 你的桃園機場的規劃就是吃 以吃下來桃園 松山機場為前提去做規劃 就是這麼簡單 是 那過去為什麼 吃得下來吃不下來是看你要不要吃 看你要不要吃 想吃就吃得下來 想吃就吃得下來 那那個民航局原來當然是這樣 原來民航局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桃園機場 跟松山機場都各自存在 所以他桃園機場在規劃的時候 自然不會考慮到松山機場 這六百萬七百萬的這個人次 如果說你現在認為你現在的政策 決定說松山機場我們長遠來講 就是要廢除 廢除簽掉的話 那麼這些機場 需要由桃園機場來 桃園機場主計畫就會修訂 他的三騎航廈或者是三跑道等等 他就會去改 所以秦議員這個議題 就像你說炒了三十年 有沒有辦法在這幾年做個決定 要怎麼做決定 我覺得就是要大家坐下來談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call in 從金門打來的 他就是反對 那清北市也反對 那臺北市那位宋先生 他又住在這邊 噪音很大 所以他反對 其他的 他贊成籤 其他都反對 這就是剛剛里長講的 贊成反對 都有見仁見智 公共政策是集合民眾的意見 做出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也因此就是說 你中央那地方要坐下來 談去做規劃 包括就是說這政策的可行性評估 還有就是說民意的支持度等等的 所有的公共政策 都不是一個絕對好或絕對壞 他都是一個最大公約數的選擇 那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談 我們大家各自辯論 各自去了解狀況 然後做出一個定案 沒有人說我的意見就是絕對的 這個絕對是要客觀的去做溝通跟討論 所以開一連串的辯論會 座談會公聽會 然後公投 對 理長你支持嗎 如果是為了 就不要再吵了 就做個決定 做個決定的話 應當如果真正 我看目前這個狀況 好像執政者 新的執政者好像一直要簽要簽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說服力 如果你想簽的時候 一定要有半個剛才議員講的公投 是 說明會 給百姓雙方雙贏 我讓你要跟市民交代 全國人民交代 是 自己簽 可惜懷孕了 我們終於 好像可以開始了 然後我卻要祝福你和別人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這算是我們很好的裡面禮物 要當個好爸爸 這樣才不會辜負我現在這麼勇敢 週一至週三晚間九點 十六個夏天 就在公共電視 十點全紀錄 植物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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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沒什麼威力的花花草草 其實也會射陷阱捕獵寶石 可怕的秘密武器 根本讓人魂風喪膽 週四十點全紀錄 植物的秘密武器 就在公共電視 你愛我什麼 我會忘記你的 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 你都不問我 在四對男女交織的複雜關係中 他們探望愛情的失敗 描繪生命的輪廓 當夢想和幸福幻滅的瞬間 人們眼中看到的自己 究竟會是什麼模樣 公視人生劇展 愛情的鏡頭DVD 帶你重新追尋一段記憶的過往 面對人生的進行時 水塔麵粉通的 用意感動以防天救年 順道 清潮 愛情好 海角有空間 在上面 我們速度快 生死 不過那幾秒 六字條 只不過是三次學變成幾秒 三次学生 四次用到前面 一會兒 到現在 六字驗 那些地方 來自殺 二次